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旺向修求来理论 当来者就今年的太岁当旺啊 那过去那一年呢 衰老了 衰老了不就得病了吗 身体衰落了 所以得病 得病了我们就称之为病符 这个概念我们就理解了啊 这个当年的太岁呢 将来者旺 那过去者呢衰 所以称之为病符 那六人里头这种诸如此类的啊 来理论神煞或理论其他的一些类像的东西比比皆是 一定要做一种深层次的思维 那我们知道过去这一年啊衰老了啊 我们称之为病符神煞 那也可以换种思维 换种思维呢 过去一年的旧太岁当然是过去一年的事了 啊 指过去一年的事情也可以 并不一定说是病符 啊 我们可以理论啊 这个病符这个神煞 它并不一定指啊 指紧紧的啊 指带着啊疾病方面的事情 我们可以可以换种思维 它是指啊过去一年的事情啊 啊 陈年往事 病符也可以理解为陈年往事 那好了像这种类啊 这种思维 我们刚才我说了六人里头比比皆是 打个比喻如果我们来思索什么呢 啊 好比仓库啊 这个神煞 嗯 不一定是哪个神煞啊 这十二神里头随便一个神是 啊 好比是仓库啊 我们库房仓库 那个这个这个仓库库房好比这个金库啊 我们藏东西的地方 储存储存物品的地方 啊 一般会招来什么东西啊 啊 招来盗贼吗 对吧 啊 盗贼 这个贼啊 去仓库里偷东西吗 那紧挨着仓库这个神煞的 必然是跟这个贼啊 这个贼这个属性有关系 啊 这是这样理解吗 啊 所以这六人里的这种这种这种 啊 辩证的去形象的思维 它在理解的东西很多 那我们将来研究到这些啊 啊 类这种神煞的时候 再详细的解说 我们先在这一个 啊 必法七十一 啊 病符克宅全家换 我们来理解这病符 是去年啊 过去一年的太岁啊 衰老的太岁 所以得病了啊 也 这个病符也去指啊 陈年往事旧事儿 就行了 好了 我们定义这个病符 定义准了就行了 嗯 定义准了 我们就来看这句话了 这必法的七十一句 这个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了 啊 病符克宅全家换 而我们前面 其实是鬼林三四 啊 就是鬼 鬼 鬼贼入宅啊 鬼贼入宅 鬼林三四 那这个 这一句是病符克宅 啊 不是鬼贼 是神煞 啊 上一讲我们讲究的是 啊 是那种六亲的关系 那这种是神煞的关系 啊 并不是五行神克的关系啊 但这里有一个方面了 克宅 克宅 它是鬼定义出来了 又成为病符 啊 这鬼成病符了 这种关系啊 啊 我们来解释这个呢 这种这种格局的组合呢 那就很好理解了 哦 很好理解了 就是以这个病符这个 这个神煞 来干什么事儿 他来临之 病符克宅 必须他临之 来克这个之 啊 病符临之克之 为关键 为关键点 林之克之 至为宅吗 至为宅吗 啊 上一讲我们知道 鬼灵三寺 这不 三寺不是宅吗 也是家里的事儿 鬼灵三寺啊 又有疾病 又有 这个关键啊 入宅了 那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病符克宅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病符 好比这个沈 那是 基年 那猴猴 沈金猴 这是去年的病符吗 这随便比 不论这是个什么 只要 当 啊 太岁 旧太岁 来克之 一定要关键 关键点 病符临在宅上 来克这个宅 它就成鬼了嘛 其实也就是鬼嘛 这个关键点 那这全家啊 这个这个 这个之为宅吗 这全家就 什么 全家换呢 换什么呀 换疾病了 病符不得病嘛 衰老嘛 啊 林之克之 全家啊 合家病患 啊 这天鬼 咱们学过了啊 啊 争悦其有啊 逆四种 对吧 那如果这 恰好又是天鬼的话 那更严重了 啊 肯定是得什么感冒啊 传染病啊 流行病之类的了 啊 如果他要成白虎 再克之更加凶了 这这这这克 你就可以直断了 啊 就可以直断了 嗯 我们从前也学过这个生气死气 这个生气啊 死气 那做生气呢 只不过得得病而已 全家得病而已 还有有传染病 有有流行疾病 这样的一种现象 感冒发烧的 嗯 但是如果有死气啊 这病符做鬼又克宅 克克宅 就克之了 啊 啊 又做鬼 做白虎 啊 都很凶的现象了 疾病啊 然后再成死气的话啊 悦之死气 那病原着在内 怎么了 不仅是得病 而且是要伤亡了 啊 伤亡了 那好了 这边还有一个关键点 以上成天鬼最凶 啊 天鬼者嘛 我们学过了啊 天鬼正愿牛 逆行四种 嗯 就是 既是病符 又成白虎 又克之 又做死气 啊 又做死气 再 恰巧赶上天鬼煞 那完了 这一刻那是大凶之客了 若占疾病的话 那是大凶之客了 如果不 不占疾病 要来判断的话 也直断他全家有有什么 传染病 而且 必死无疑啊 啊 看看生肖啊 看看某人的年命之类的 来具体判断了 嗯 好了 那这个病符克宅全家换 其实也这么 简单 啊 并不复杂 也不是 也就是白虎 鬼 临之客之 哎 这样一个概念 如果成天鬼 凶 啊 完事了 那这个一刻 我们 演化的格局 我们来看看啊 演化的格局 也就是变化一下 嗯 这个变化的格局叫 一成和旧啊 租氏格 啊 怎么突然间不是什么全家换了 啊 就刚才我说的 那病符嘛 也主成年往事嘛 不过去一年旧太岁嘛 那这个旧太岁啊 打个比喻 我现在做比喻啊 注意了 做个比喻 这个旧太岁啊 旧太岁 陈年往事嘛 临在这个 枝上 打个比喻 啊 他不是刻着只注意 他反来生这个枝 生这个家宅啊 不是做鬼了 他是做生 生宅 一样 或者是生什么 生日干 或者生宅 或者生日干 他去生他 生知 生人 生干 生知 人宅 都受这个什么 旧太岁去生他去 嗯 我们不怕了 他不是来刻 是来生 生我者 当然喜欢了 或者我去刻这个病符去 那我去刻因为他是我的财产呢 对 我刻者为财嘛 啊 是财产 或者是贵人 他不说白虎了 是贵人啊 喜欢的 极神极将 啊 现在就转化了 这个病符是极神极将 嗯 那立成和旧诸是格尔查义呢 他是个极力的现象 五行生克制化 天神天将里面 啊 是个神 神杀是个极神 那好了 就成年 就成年 成年 成年往事啊 旧诸是人就以前 去年没没没收回来 帐 他做日柴 那当然是收回来了 嗯 入宅了吗 嗯 或者干什么事啊 啊 分类去推 分类去推 啊 你要求贵人办事 就贵人做病符 其实就是成年往事的事吧 啊 啊 所以他生财生人 就可以 你没有干完的事情啊 啊 接着去干 而且能干成 啊 就成年往事 就分类去 研究就行 到底是哪一个类 什么神什么将去琢磨他 啊 以理内推就可以了 啊 注意了 这个 以成和旧诸是格 这个时候 那就不要做病符去推断啊 做疾病什么全家病那种推断了 啊 就以前的事情没办成了 可以办成了啊 是这样一个判断方式 所以就病符客宅全家换 其实两个方面 就跟跟我这一讲的刚开始说的 就留任这个类你可以啊 最好是啊 分类去判断啊 啊 啊 根据这个事情啊 逻辑 进行形象的思维 啊 好了 这个病符 这有这样的现象 那其他以此类推 其他的事情也是这样 像我举那个仓库的例子 那你个人发挥吧 其他的事情也可以嘛 对吧 那有仓库附近有贼啊 病符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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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旧太岁 啊 衰老的疾病 也可以作为陈间往事 那一压 一压一压推就行了 这个主病符是啊 客宅是全家得疾病 然后 忍生一下这个病符 如果生宅生人啊 做日财呀 做贵人 做等等等等 也可以分类去推 它是从前的旧事啊 需要你去完成去啊 做成这件事 那就行了 那好了 这一刻啊 咱们 一个关键点 咱们就啊 需要形象思维的关键点 咱们就学会了啊 病符可在全家换 病符是什么啊 然后这个 来怎么理论来思维这个格局 这个类像怎么来定位它 也明白了 那这个 必法七十一 病符可在全家换 这个宗新思想 咱们就理解了 那本讲嘛 也就不多说了 希望呢 大家能根据这种 这种啊 判断方式 这种去逻辑的 推理的方式 这能把各种类像啊 都是以这种方式去 推演就行了 这所有东西都不是死的 都不是死的 活用 去活用 病符是如此的 我说了仓库 以后有神杀 那种天仓啊 什么贼啊 什么天贼 也是这样的 互相判断 哪怕你用到这个 这个思科三船里 这种都可以去应用去 是一种活的啊 然后这种五行的神科智化 妄想修修一样的道理 都可以去推断去 过去的是衰老的 病 过去的是 时间是过去的 然后往往前走 是将来的 是旺的 什么什么的 都可以这样去想 那好了 那 必法七十一 并服客宅全家换 咱们就到此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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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